今天我們這道料理就是用洋蔥為主要的發想 白玉的蘿蔔 空天 那有台灣的冬筍 成年的菜脯 我們會加一些海鮮進去 那有海瓜子 最重要的主角就是那個台灣的鮑魚 洋蔥 蘿蔔 稍微切一下就可以了 冬筍它有稍微在滾水裡面燙過 然後這邊我們會加一點乾的干貝 這個是切好的老菜脯 有一點點框布 陳皮 柴魚片 那我們放在一個茶包裡面 連鮑魚的部分全部一起放進去 用水跟清酒做一個1比1的比例 用保鮮膜把它包起來 就放在蒸爐裡面 如果家裡有蒸烤箱也可以放在蒸烤箱 大概蒸90分鐘 剩下很多的洋蔥我們可以把它低溫一點去炒它 到最後你需要調味的時候 你可以放一點鹽 放一點牛奶 90分鐘到差不多100分鐘之後 然後 跟裡面的食材過濾 所以我們就只留鮑魚跟那個湯 是一個芥菜的心 的梗 我們直接放在那個爐子上面 烤到它完全焦黑 然後你就把外面這一層洗掉 就會縮到差不多我想這樣子 然後所有的味道都濃縮在裡面 那剛剛我們煮的洋蔥 再用blender把它打成一個泥 打海瓜籽 新鮮的海菜 台灣的魚魚橄欖 我們會把它的小的葉切出來 用油簡單的炸 大概現在油溫在150 剛剛我們做出來的高湯 一個用隔粉 夠的芡 跟剛剛比起來它的稠度就稠了很多 烤好的菜籽 打成你的白洋蔥的醬 黃瓜籽 跟洋蔥一起蒸的鮑魚 跟洋蔥一起蒸的鮑魚 Ficken的那個 就是洋蔥跟海鮮的高湯 我們剛剛最後炸的Cale 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來玩的 就是洋蔥 比較多的 那些水 所以我們要去玩的 來玩的 我們要來玩的 我們要來玩的 不然 我們要來玩的 那些水 我們要來玩的